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abc三數滿足這個不等式 那麼他問這個值可能為何 這是加1 我寫錯了 好,我們就開始討論了 a乘b他大於0 所以有可能 a大於0 b大於0 好,如果a大於0 b大於0的話 b大於0 b大於0 所以c 他要什麼呢? 他要小於0 好,那c要小於0的話 那bc b乘c大於a乘c 所以的話 c是負號 所以b他會小a b他是小a b小a大於0 這是一種情況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的話 這個值應該多少 這個不是正1就是負1嗎? 那ab是正的,c是負的 那上面是正的 所以這也是負1 加那麼多少呢? ab都是正的 這是1 那c是負的 減1加1 這個等於0 有沒有這個答案? 沒有這個答案 好,那我們就看另外一種情況 因為一種情況是 a小於0 b小於0 那a小於0 b小於0的話 bc小於0的話 所以c他是大於0 那c大於0的話 所以b大於a 去掉c 所以0大於b大於a 這樣 好,那我們只要用上面 就可以了 在這種情況底下的話 這乘起來是正的 那這大於0 所以是正1 它加多少? 它負負的正 這是1 加上多少呢? c是大於0 所以加1 再加1 這等於4 在這種情況底下 加起來等於4 有沒有 答案 有啦 答案是4 Z